有勇啊 有勇啊 我家睡果灘前有小河 老闆跟老闆娘边拍边苦笑 水越淹越高 车子开过去 水花见得比人还要高 水高都没有熏啊 谁会这样啊 你看那边来越糊涂来了 真的很夸张 高雄左营区的连池潭居民控诉 是水利局忘了打开水闸门 大雨一直下水流不出去 但水利局澄清是雨量太大 因此不到五分钟 旧淹水 同样因为大雨淹水的 还有屏东临边 滂沱大雨中加上路面积水 环岛的急修骑士 一路归宿慢慢往前 后方一辆休旅车奔驰前进 速度没有放慢 行进中两边水花见起 直接喷尸急修骑士 它好像从远处看到我们 发现可以过了 然后就突然从后面加速 然后一口气这样冲过去这样 换个方向再看一次 见起的水花比车身还要高 当下急修骑士感觉 就像大船开过 而他洗了一身黄泥水 涂先生说因为两边积水严重 他不得不骑在地势高的中线马路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44条经过积水路段 如果不减速慢行 导致其他人喷湿 最高可以罚到1800元 不管骑车还是开车 都得要有同理心 否则水喷溅到用路人 也会有收到鸿丹的机会 记者当初网林之会 高雄屏东综合报道